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沙龙如期举行 本次活动特邀隐世八卦长第四代传人贺进宝作为主讲人 同时还有众多文化院学者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武术爱好者 共同参与了本次沙龙活动 本次文化沙龙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的主持下拉开帷幕 贺进宝就隐世八卦长的内涵展开了讲述 并通过对八卦的深入解剖 引出自己在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的看法 他指出自己虽已在国外教授无数二十余年 但他仍坚信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时刻支撑着自己 在传播中华文化之时要步于一力并使之真正走向世界 在国外教了很多年以后 我觉得有义务把咱们中国好的东西 让这个世界包括认识中国 还有分享中国的文化 更多地让西方了解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 八卦长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介绍 它实际上把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去做了一个解释 是这样的一种权术本身的 它不仅仅是一种健身 不仅仅是一种技机 它同时的话 它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 我们所说的文化精神 乃至于民族精神 它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活动过程中 贺进宝分享的影视八卦长特点 会声会色 台下掌声连连 在随后的互动过程中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与在座嘉宾互动畅谈 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站点 在传承传统文化之时 要树立文化自信 取其精华 取其刀破 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通过观看本期的节目呢 也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人 去关注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想要了解更多教育方面的资讯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详细有学和跨验 教育说 说教育 我是杨锦 我们下期再见